監視小組採集激震 一個煙頭竟破了 齊山一件冷案 案件發生在14年前 被竊取破千公斤的茶葉 老闆回想起來印象深刻 一看 里面冷凍不多 茶葉全部都沒有 嚇人一跳 冒冷案 在齊山今年36年的茶行 14年前進了一批高山茶 跨年年假準備照常營業 一開門卻發現 倉庫裡的茶葉被掃空 1050斤的茶葉全沒了 損失257萬 警方發現嫌犯 從後門小巷開貨車載走 在巷子裡撿到一根煙頭 成了關鍵證據 只是當年苦無線索 煙頭存放14年 直到今年60歲的 王姓嫌犯犯下竊盜罪 經過刑事局比對發現 和齊山茶行犯嫌DNA吻合 通知他到案 他卻說沒來過齊山 也沒透過茶葉 但是DNA騙不了人 在14年以後 把這個案件破掉 也給我們一個好的交代 但當時沒有黨籌的 對象口罷免隊 別人調查案件 以涉嫌切到罪 以送交流地檢署偵辦 嫌犯再多辯解 都辯不過一根煙頭 破案關鍵 也讓14年的切到冷案 宣告偵破 記者蔡武言 劉明瑋 林志慧 高雄報導 劉明瑩 髮